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峰宣布离婚 晚上 王菲和李亚鹏离婚 2013年11月9日 汪峰演唱会告白 张子怡还没散场 恒大就已经问鼎了亚冠 2013年11月13日 汪峰首发新歌 《吴奇隆仁爱》 刘诗诗刘恺威 杨幂公布婚序 2013年11月27日 汪峰爬上3900米苍山 结果王力宏和李云迪分别公开恋情 2013年11月29日 汪峰预告将发新专辑 接着张艺谋应超声接受调查 保罗沃克则应车祸去世 2013年12月2日 汪峰星专辑发布 嫦娥三号也成功发射 2014年3月 汪峰预告将举办世界巡演 却传来MH370失联消息 2014年3月中旬 汪峰官宣世界巡演 李戴默却拿着大麻被送进监狱 2014年3月底 汪峰拿下七项提名 而文章牵着李瑶迪的手贡献了一周的头条 2014年5月 汪峰带领着学员拿奖儿黄海波 卷入嫖娼新闻 2014年6月中旬 汪峰正在开演唱会 但宁财神掏出了冰毒 2014年7月9日 汪峰被爆后台打人 而世界杯半决赛中 巴西队1比7 惨败德国队 2014年7月底 汪峰放话将在鸟巢开演唱会 每几天 张莫吸毒被抓 2014年8月2日 汪峰演唱会 再次告白张子怡 然而昆山发生爆炸 2014年8月10日 汪峰发博感谢 团队后脚房祖民科技 镇东就吸毒进了监狱 2015年2月 汪峰成功求婚张子怡 当天春晚节目单 曝光陆寒吴亦凡 在彩排现场上演世纪牵手 2017年9月9日 汪峰举办演唱会 《八杀慈善业》却上演抢C位大战 2017年10月8日 汪峰发新歌 陆寒向大家介绍他的女友关小彤 2017年12月31日 汪峰发歌 李小璐 做头发 2018年2月9日 汪峰发博为张子怡庆生 韩庚和卢景山公布恋情 2018年10月16日 汪峰开演唱会 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结婚 2019年2月14日 汪峰张子怡 综艺首秀 而翟天玲则为学术造假发道歉信 2019年10月30日 汪峰发歌 李小璐和PG1的视频曝光 2019年12月18日 汪峰发歌 郑爽分手 2020年4月13日 汪峰预告专辑 杨幂 为大军绯闻曝光 2020年20日 汪峰发新专辑 陆寒生日 曲楚潇和万子林的恋情曝光 2021年1月18日 汪峰又预告发新歌 张恒泽发文爆出孩子 郑爽陷入待遇已语 这样看来 汪峰果然是娱乐圈里面的预告家呢 不知道下一次 汪峰发新歌的时候 会不会成功登上热搜呢 总之现在看来 汪峰可真是一个 离热搜远去的明星体制呀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